hello各位小伙伴 我是游玩快餐的 拓展兄弟 我是傻豆懂得到的 我是傻豆吃很多的大瑶 我是他们的老板虎哥 这是我们窝仔沙发开日本的 第六期 最后一期 我们必须拿出最重磅的存货 晋国神社 一个中国人都知道 但是到了日本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去 敢不敢去 甚至其实也没有那么感兴趣的地方 我们在2016年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就到了晋国神社 强调一遍 我们不是去参拜晋国神社 我们想知道这里到底有什么 冒着被赶出去的风险 我们偷拍了一些东西 没想到过了五年 居然有这样一个机会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晋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 占地有九万多坪 大家想一下九万多坪有多大呢 举个例子 北京的拥和宫 它也不过只有六万坪 所以晋国神社绝对不是一个小庙 穿过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门 眼前你看到的就是拜边 这也是一般游客能参观的最远距离 在拜殿的后面才是供奉神神鬼鬼的本殿 1869年明治天皇在这儿建了东京招魂社 目的是为了纪念日本内战中 为效忠于他帮他恢复权力而牺牲的三千五百名武士 后来明治天皇又亲自将他改名成为晋国神社 晋国出自我国的左传 无以晋国也 意思呢 是使国家安定 自此 晋国神社成为日本历史上唯一得到天皇鞠躬至敬的神社 更是全日本五十三座护国神社之首 后来呢 日本开始了对外扩张的脚步 在历次海外侵略战争中死掉的军人 军属也被入侧供奉于此 晋国神社供奉的246.6万人当中呢 战死于清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 有232.5万人 超过了总死贵的94% 二战结束之后 发动历次侵略战争的天皇 以及象征军国主义的晋国神社 都被神奇的保留了下来 至于原因 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 变本加厉的是 1978年 14名日本甲级战犯 入侧晋国神社 加上之前就已经被暗戳战犯 以及丙级战犯 晋国神社所供奉的战犯 早就超过了1000人 当然了 使晋国神社更具有象征意义的 是在这个院子里边 还有一座战争博物馆 也就是 游救馆 说来恶些人啊 游救二字 同样来自中国古籍 寻子的劝学篇 故君子居必则乡 游必就逝 所以防邪屁而进中正野 居住要选择合适的地方 郊游要接近贤德的人 避免误入歧途 做正确的事情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何谓正确的事情 进入游救馆呢 一层大厅展示了 日军曾经用过的 临时战斗机 加农炮 机关枪 等等这些武器 参观的入口在二楼 总共有19个展厅 然后展厅一和二 是武士精神 展厅的345 是国内战争 剩下的 就全部都是日本 跑到别的国家 去守护日本家园的故事了 但是呢 刚刚走到这儿 一个工作人员就冲了上来 行吧 不能再拍了 可是我们让你们 也不要败了呀 那我们肯定是偷拍了呀 要不然今天视频呢 到这儿就结束了 这一位 是我们的朋友李先生 这位 就是大瑶 我们三个呢 就在互相的掩护之下 拍摄了一些照片 当我们回头剪今天这条视频的时候 我们竟然发现 在整个网络世界 甚至都找不到 油旧馆内部的画面 也有一些中国人去了 但是 都没能拍摄成功 所以对外战争的部分 为什么就不能拍了呢 八个字 脑洞大开 无耻至极 比如第一章 日清战争 就是甲午海战 宣称是帮助朝鲜脱离大清 实现民族独立的战争 那后来朝鲜 咋变成你日本的领土了呢 甲午战争日本胜利 有了马关条约 说好了是帮助朝鲜独立 然后反手跟中国 要了台湾岛和辽东半岛 这是什么脑路 马关条约 既要中国各地 又要中国赔款 在日本 还卧心长胆起来了 三国干涉还聊 所以日本人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和屈辱 所以要卧心长胆 可是我咋记得 中国是白银三千万两 来赎回的辽东半岛 你咋委屈了呢 讲到九一八事变 说起因是东北地区反日情绪高涨 我们日本的官民 都生活在悲愤的泪水之中 好 认真的吗 你跑我东北老家来了 你要是老老实实在日本 我们反啥呀 然后就是抗日战争 这里有提到南京大屠杀吗 还真有 咋交代的呢 伪装成市民的中国军人 被严厉的揭发了 长达六个星期 三十万人遇难 不论男女老少都无差别的大屠杀过程 被这么一句话就概括了 接下来回到一楼 一整层楼都是1941年之后的太平洋战役 完全就是在炫耀日本军队为了保护家园 是如何把战火燃向了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尼 和印度 最后怎么着 吃了原子弹 二战结束了 但这还不忘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呢 这张二战之后的事件是这么说的 各国人民是在日本的占领 注意他用的词就是occupation 甚至都不是庇护 在日本的占领下重燃了民族独立的意志 虽然日本最终被打败了 但是亚洲人的斗争没有停止 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看到了吗 甲午海战 是帮朝鲜独立 侵略中国是因为中国人排日 掠夺东南亚是为了亚洲解放 看看吧 游救馆里的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 是一个卧薪尝胆的受害者 是解放世界的正道之光 咚咚咚咚 要脸嘛 但凡要一点脸都不会这样的吧 试问整个游救馆 有对战争的一点点反思吗 没有 但凡有一句话说过 哪怕是把乌甩给个别野心家 说是什么 盲目的群众被野心家利用 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 都没有 如果说有任何反思的话 似乎是在反思 如何重新做 才能赢得这场战争 对 才能统一整个东亚 场馆里面反复反复重复的词是什么 是骄傲 是感恩 要脸 走出游救馆呢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纪念碑 照片里这个人呢 名叫巴尔 他是在东京审判当中 唯一主张被告团日本战犯 全体无罪的国际法官 日本人当然对他感恩戴德 所以在这立了碑 这也彰显出 晋国神社对于太平洋战争的态度 巴尔这哥们 大家看着是不是也挺眼熟的 对 印度人 那他旁边还有啥呢 哦 一条狗 历史啊 总是一点都不惊人的巧合 猎枪一密谋 门外总会 站条狗 当年我们参观完这个游救馆 更多就是当个笑话去看 我们当时也不觉得 就真的会有人弱智到会相信这一套 包括日本人 也就像那个网上很多人说的 就普通的日本人啊 年轻人啊大家都根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历史 那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既然晋国神社是个笑话 普通人又不关心政治 为什么日本首相还要去参拜呢 因为每一次日本首相参拜晋国神社 都会让日韩日中的关系降到冰点 也都会承受一定的经济损失 他们不败了不就没有这些事了吗 为什么他们还要一直一直的败呢 日本的政客财团智囊团 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代价吗 他们难道傻吗 他们不仅不傻 这必然是他们的深谋远虑 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国 一个远离大陆之外的民族 私底下是不可能没有对外扩张的算盘 这是他们的民族精神 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 这是他们的底线 也可能正像大家说的 日本的普通人 日本的年轻人 越来越不关心政治了 所以首相们就更要参拜 只有他们的身份才能代表国家 才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才能让日本的年轻人看到 看到全世界越是反对 他们越要去拜 因为他们在捍卫 捍卫他们的武士精神 捍卫他们大和的婚 靖国神社旁边呢 就是日本著名的法政大学 日本未来的法学家和政治家 就是在靖国神社的沉中木骨中 思考着日本的未来 一个民族如何解释自己的过去 就是在如何制造自己的未来 日本人呢 正在脚踏实地的践行着自己的选择 取得成功了吗 不信我们来看看 日本的游客给游旧馆的留言吧 我们随便打开其中的一页留言 单看汉字也能猜出大概的意思 我们日本人今天的幸福 要感谢先人伟大功绩 我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我没能更早的过来 我会推荐给更多人 我未有这样的展馆而感到骄傲 好笑吗 生气吗 几倍发凉吗 可是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能做什么才是我们这期视频 最想要跟大家去讨论的一个话题 去马路上 咋中国人花钱买了日本品牌车 咋日料店让中国员工没有工作 很遗憾 经济已经是全球化了 何况日本的经济全世界第三 我们没有必要 也不太可能再方方面面 去跟日本做切合 我说的再扎心一点 咱们能跟当年的八国联军都绝交吗 那咱们能做什么呢 就坐在家里对着屏幕骂吧 可是人家能听见吗 人家在乎吗 要不然我再来接接商吧 我们很长时间都在用着比国产更先进的日本制造 我们从小看的 都是比国产更精良的日本动漫番局 我们走在比中国更干净的日本的街道 我们看着比中国保护的更好的日本的古建筑和文化传统 甚至在敦煌学 五湖十六国历史 中国古建筑等等领域 日本一度比我们自己做的更专业 我们的学者是要看他们的文献 读他们的论文和报告 尤其是很多受过教育的人 还有去过日本旅行过的人 包括我们自己很难从心里面完全对日本没有好感 也很难从心底认同盼子们说的 日本就是他妈的一无是处 谁说日本有优点 谁就是卖国 可是一想到这么一个国家 它美化战争 它篡改历史 它不负责任 我们的民族自尊心 好像就不允许我们 大大方方的去承认他们的优点 对不对 而这种别扭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不想继续别扭下去呢 唯一能做的就是 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做出更好的中国制造 尤其是做出更好的文化产品 更加了解 并且热爱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只有这样 我们这一代人 或者是让我们的下一代人 面对日本的时候 那种自信才不是盲目自大的 更不是泄愤的 而是非常从容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 同样是被西方列强 用大炮轰开了国门 开始了近代史 我们在虎门纪念的是 林则徐虎门硝烟 反抗侵略者 而日本却在江湖湾 为侵略者佩里立了杯 他们感恩美国 感恩黑船来行 因为在日本人的历史观里边 没有佩里的大炮 就没有日本的近代化之路 发现了吗 以前是唐朝 后来是美国 日本这个民族 一贯的操作就是 打不过就原地认爹 而且大大方方的喊爹 这个民族骨子里 就是自卑的 而且毫不遮掩的木墙 可是仰慕强者 绝不是日本人的特性 这是人性 而且只有你降北打击 他们才在原则的问题上 不会再跟你讨价还价 如果说让我们的国家 变得更强 是一个太宏大的目标 可能每个人力量太小 那我就再说一个 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的 我们要比日本人更关心 更在意我们自己的历史 烧了经国神社 他们还会重建一个新的 我们更不可能派人 去薅住他们的头发 不让他们去参拜 他们在他们的土地上 搞着他们的事情 他们在他们的教材里面 驯华他们的国民 他们在他们的叙事里面 坚持他们的邪念 说实话 我们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我们能做的 就是比他们更崇拜 更敬重我们自己的英雄 更关心 更铭记我们自己的历史 网上所有人说 日本不关心政治 不关心历史 谁说的 是谁不关心 什么叫关心 什么叫不关心 历人首相在竞选的时候 都会把参拜 经国神社当做一个承诺 日后如果不履行 人们就会对他口诛笔伐 看到了吗 他们不关心历史 除了经国神社 日本全国还有52所护国神社 光东京经国神社 每年就有500万人参拜 加起来呢 看到了吗 他们不关心历史 那我们呢 在云南的时候 我们去参观了松山战役 烈士陵园 以及南洋鸡公 回过抗日纪念馆 我们是全场唯一的观众 我们真的很难过 如果说为了流量的话 这么冷门的一个地方 我们不会为他 连着做五期视频 但是我们当时 就是因为看到没有人来 我们才想着 这个视频一定要做 我们推荐大家来 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 至少还可以看一看 我们的视频 那是我们播放量 最惨的几期视频 但是我们收到的反馈 也更让我们坚定了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不少网友说 一个旅行博主 老爱谈什么国仇家恨 你讲点轻松愉快的 不很好吗 确实 我们近代史 是屈辱的 痛苦的 没有人愿意 老想着一些不开心的事 我们之所以不断的 老生常谈 还有一个原因 一直在提醒我要这样做 而且是有合适的场合 就一定要这样做 因为几年前去南京的时候 我就关注了 南京立即向 卫安所的公众号 你知道吗 每一次推送都代表着 又一位那场战争 和屠杀的亲历者 正在离开这个世界 而终有一天 不会很远 这个数字 就会清零 二战期间 我们的国家 至少有40万女性 被迫充当卫安妇 她们在最美好的年华里 遭受日军的无情摧残 很多人因此 失去了生育能力 被剥夺了成为母亲的权利 一辈子 承受着巨大的孤独 如果有一天 她们都离开了这个世界 没有活着的人 能证明发生过 没有人帮她们提起 也没有人帮她们记着 那最后 就等于真的没有发生过 日本人会说 我们为什么要代替 我们的祖先说抱歉 那同样的 我们又凭什么 替我们的同胞说原谅 在视频的最后 也算我们的一个小倡导吧 清零节 烈士纪念日 国家公祭日 我们希望大家都去离家 最近的烈士陵园 去看一看 我们纪念自己的烈士和同胞 越是庄重 越是隆重 才是对日本人 参拜晋国神社 最直接 最有震慑性的对抗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季 我在沙发看日本 全部六期的节目 在录这个视频之前 也是演练彩排 然后对了很多变子稿 然后但是没有想到 就是在录到这个视频 最后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 其实都还是有一些 失了眼眶 因为 我们在录这一期节目的时候 恰逢日本有这样那样的国际议题 只要不是从头把日本骂到尾 或者是从头把日本表扬到尾 我们都会被骂 甚至有人就是发了私信 然后过来骂你 但是大家其实看过我们以往做的视频的话 我们其实不希望说只做一些浮在表面的事情 我们从头到尾对于日本的态度 就是它好的一面 坦坦荡荡的告诉大家 这个国家在这些方面做的好 我们学习 这些方面做的不好 我们警惕 面对哪怕是日本搞靖国神社这一套 我们也没有说让你去跟日本人对线 或者在网上就是跟大家骂骂骂骂 骂就完事了 约着这个时候 我觉得约要是有自己的一个立场 我们不想说 我们这会儿哗哗骂骂贼难听 然后中日关系稍微缓和的时候 大家来八分说 你看这两个人 他们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真正的有价值的 有意义的观点 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反正懂得都懂 谢谢大家 我也知道大家喜欢我们是喜欢在哪里 好吧 再见